大家好,今天美国的五角大楼发言人证实 美国依交给乌克兰的MIM-104爱国者防空系统 击落了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乌克兰装备了爱国者3MSE动能拦截器 导弹可能是被爱国者的防空系统击落 那么目前没有正式的报告 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3MSE动能拦截器 今天的基辅方面 基辅的市长克里琴克 他也首次公开5月3日至4日夜间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被击落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弹头碎片并进行了合影 那从这个弹头啊 从整个的弹头 这个击穿的位置可以判断的是被爱国者3MSE击穿的 但是个弹体现在有不同的看法 到底是不是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从这个弹着点来看呢 实际上是爱国者3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 实际上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3MSE 但是这个弹着点啊 现在呢引起了争议 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觉得呢 实际上呢 这是俄罗斯的啊 叫BET 杠500空气炸弹 可以看到 杠500空气炸弹 因为它上面呢 出现的这个罗纹孔啊 实际上呢 与这个空气炸弹啊 是一致的 那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呢 你可以看啊 它的侧面呢 实际上并没有罗纹孔 而且呢 它的整个弹体 和这次公布的 导弹残骸 其实不一致 那基辅展示的 这个弹体上面呢 出现了两个 可以看啊 连接 挂载这个导弹的连接孔 那么基辅的弹头 可以看到啊 有两个连接孔 所以俄斯方面呢 现在认为呢 实际上并不是啊 这个导弹并不是 匕首高穿速导弹 大家可以看啊 更新歌公布的这个视频 这是导弹在现场的画面 被拦截导弹现场的画面 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这张照片啊 这是5月3号至4号夜间 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 在基辅拦截匕首导弹残骸 乌克兰方面提供的照片 5月3号至4号夜间呢 在基辅拦截的这个弹头 现场的照片可以显示 这个弹头确实是克里钦克 展示这个弹头 这个弹头呢 与2022年秋天 在斯塔罗夫波尔地区坠毁的 伊斯坎德尔导弹弹头非常相似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克里钦克啊 他的这个弹头 与伊斯坎德尔导弹啊 当时展示这个弹头非常相 那么这张照片呢 显示的也是伊斯坎德尔导弹 是2021年啊 在高加索啊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 这个战争 在舒沙发现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弹头 那大家知道匕首呢 实际上的与伊斯坎德尔导弹啊 是相同的基础 所以俄罗斯方面呢 现在判断呢 乌克兰呢 很有可能是把伊斯坎德尔导弹 误认成了匕首高超级导弹 所以呢 击毁的是伊斯坎德尔导弹 并不是匕首 这是弹体 可以看啊 那么现在俄罗斯方面呢 还有美国方面啊 实际上呢 给出的信息呢 并不完整 我呢 后续会持续跟踪啊 现在只能给大家播放一下视频 视频中啊 这个伊斯坎德尔这个弹体 能确认的是被爱国者三型 你可以看动能拦截器拦截 直接击穿 说明美国的这个爱国者三 它拦截导弹 动能拦截器直接击穿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爱国者三型 但是这个弹体 说是伊斯坎德尔导弹 我觉得还有这个可能 说是匕首高穿出导弹 大家看匕首 它这个外形 和这个导弹外形 明显的不同 所以现在来看呢 我个人啊 我个人觉得 有可能是击落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而不是匕首 那么今天呢 在波兰呢也有最新的消息 今天的波兰方面呢 正式宣布啊 将加里尼格勒 就俄罗斯在波兰 还有立陶宛之间 这个飞地 加尼格勒 正式更名 改叫科尼斯堡 那么俄罗斯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也进行回应 我呢简单给大家翻译一下 梅德维杰夫的社交媒体啊 他说啊 波兰城市也将恢复历史名称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将没有克拉科夫 只有克拉考 没有格旦斯克 只有弹泽 没有波兹南 只有波辛 没有弗洛斯瓦夫 只有布雷斯劳 清单 不胜美女 当然没有波兰 只有华沙公国 或波兰王国 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被俄罗斯帝国继承 这个梅德维杰夫说的是事实啊 按照正常来说 波兰实际上是 俄国沙皇继承的领土啊 也就是说 俄国沙皇实际上继承了波兰这个领土 沙皇叫公国啊 波兰华沙叫公国啊 波兰王国 都是俄国沙皇继承的土地 那为什么要更名呢 实际上加里宁啊 实际上加里宁呢 是1940年代 苏联的入侵波兰时啊 卡廷大屠杀的负责人 叫加里宁 这个加里宁呢 是斯大林的密友啊 那1945年啊 苏联的吞并啊 欧洲的飞帝 将斯大林的亲信 米哈伊尔加尼的名字 命名科尼斯堡 加尼格呢 是1.51万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150万 苏联时期呢 是封闭的军事区 立陶宛呢 2004年加入欧盟 什么 俄国呢 与加里宁格的陆地的交往呢 实际上就出现了 封闭 只能通过海上啊 才能对加里宁格进行运输 陆地上呢 要通过白欧洲斯的话 也需要通过立陶宛 以及波兰 走这个 苏瓦乌基走廊 2013年呢 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呢 部署了具有核打击能力的 短程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那么梅德威杰夫提到的 华沙公国 还有波兰会议王国 原本呢 属于俄罗斯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历史 但是波兰呢 三次被灭国 三次灭国呢 实际上都是俄罗斯参与 第一次呢 是波兰、立陶宛亡国 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三国 瓜分之下亡国 第二次呢 是法国大革命期间 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拿破仑呢 帮了波兰人建立华沙大公国 那也在拿破仑远征俄国 导致第六次反法战争 败北以后呢 华沙大公国 再次被普鲁士、奥地利瓜分 第三次呢 是著名的 纳粹德国闪击波兰 苏联跟纳粹德国夹击波兰 灭亡了波兰 那里面提到的波兰王国 实际上也就是俄属波兰 或者叫做波兰会议王国 那这个波兰呢 实际上并不是由波兰人统治 而是由俄罗斯人统治 波兰会议王国呢 是1815年至1915年 拿破仑建立的华沙大公国 被再次瓜分之解 而曾经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版图区域 一大部分呢 甚至超过一半都被俄罗斯人占领 那这份土地呢 实际上俄国人呢 很难实行有效的管理 最后呢 曾经波兰和今天的俄罗斯主要地区 俄罗斯建立了波兰会议王国 由俄国沙皇兼领主 这个波兰王国啊 仅仅只剩一个对外宣称的头号 真正掌控者呢 是俄国沙皇 所以通常把这个时期啊 叫做波兰王国 或波兰会议王国 或俄属波兰 波兰当时是俄罗斯的属地 俄国沙皇的属地 那这个波兰会议王国呢 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 就是反法同盟 当时拿破仑战败 重新制定了欧洲秩序 日后呢 凡尔赛 华盛顿体恤 重新建立了世界的 地缘政治体系 那么最终呢 波兰会议王国 于1915年 被当时的同盟国 用另一个波兰王国取代 因为当时俄国是协约国 那么后来呢 波兰发生了11月起义和1月起义 俄罗斯呢 就削弱波兰议会王国的自主权 将波兰呢 变为俄罗斯的总督区 随后呢 又将波兰划分为 俄罗斯帝国内部的几个省 从此呢 波兰正式成为俄罗斯的领土 那1831年的时候呢 实际上波兰就失去了 主权独立国家的地位啊 所以呢 波兰王国的名字 是一种官方称为 到了俄国统治的末期 波兰王国就直接称为 维斯瓦河地区 没有波兰了 叫维斯瓦河地区 那一直到一战啊 同盟国向东推进 结束了俄国对该地区的统治 很快呢 就进入到 奥德高 德国和奥地利 对波兰的统治 那么实际上 俄罗斯人走了以后呢 波兰也没有独立 波兰是被德国和奥地利统治 那么5月9号当天呢 泽连斯基宣布基辅呢 将胜利日改成了欧洲日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伊抵达了基辅 波兰呢 还有立陶宛啊 波罗里海国家呢 也拆除了苏联红军的纪念碑 现在波兰呢 和乌克兰有意推翻这个二战历史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 也对泽连斯基喊话 说他的祖父也就是谢苗伊万诺维奇 泽连斯基 如果还活着的话 可以建议他的孙子 接受医学方面的康复课程 实际上是可以从法西斯主义中恢复过来的 那么这个一 谢苗伊万诺维奇泽连斯基 就是现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 他的祖父 谢苗伊万诺维奇泽连斯基呢 于1942年参加二战 当时他只有18岁 他是受迫击炮学校受训 几个月以后呢 成为了一名少尉 并成长为迫击炮牌的牌长 那谢苗伊万诺维奇泽连斯基 于1943年在尼克布尔 克里沃罗格行动中 表现出勇气和足智度谋 泽连斯基牌长 被授予红星勋章 1944年又成功穿越了 德国人的防线 成为连长 那么泽连斯基再次获得 第二颗红星勋章 泽连斯基呢 宣布取消乌克兰胜利日 批准乌克兰 5月9号为欧洲日 那么现在实际上呢 泽连斯基 他现在的这个反俄情绪 和波兰的反俄情绪 已经形成了 在俄罗斯的西部 形成了 你可以看 新的反俄力量 包括波罗的海三国 波兰 乌克兰 白俄罗斯现在由俄罗斯控制 那么实际上 俄罗斯的西部地区 实际上就形成了 一个强大的反俄联盟 卢布林三角 我之前说过 立陶宛 波兰 乌克兰 卢布林三角 就是专门针对俄罗斯 形成对俄罗斯的 反俄联盟 现在波兰的军事力量投送 不光在利沃夫方向 现在波兰实际上 已经进入黑海了 5月6号 星期六 罗马尼亚国防部证实 一架俄罗斯的苏35战机 在黑海上空拦截了 波兰的一架L410 侦察机 并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为 事发是5月5号 当时波兰边防部队的 一架L410 侦察机在罗马尼亚 边防警察协助之下 在欧盟边界进行巡逻 在黑海上空 在奥德萨南部 罗马尼亚这个方向 当时飞行的是国际空域 在罗马尼亚领空 以东约60公里处 俄罗斯空天军的 一架苏35战机 进行了拦截 罗马尼亚和西班牙空军 都紧急起飞战机 当地的战机处于战备状态 但并没有进行干预 波兰的飞机在苏35战机 拦截之下降低了高度 最后降落在康斯坦查 罗马尼亚光不止 这一事件是俄罗斯联邦 在黑海采取挑衅态度 又一证明 波兰现在也在境内 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波兰举行了 波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实弹演习 激光23 波兰军事演习画面 现在波兰正在克拉科夫方向增并 波兰现在实际上主力部队 包括波兰的海三国的部队 都在克拉科夫这个方向增并 这是今天波兰以及乌克兰方面最新的消息 从波兰在加尼各地区改名 以及在乌克兰边境 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来看 波兰未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地区 会有大规模军事行动 不排除波兰会进入乌克兰西部地区 波兰军队会正式进入乌克兰 我会持续关注 后续有更多的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